今天上午11点,我带着孩子们走到一楼的甘园口,发现大批的国宝围上来 这当中有北京的国宝,天津的国宝,天津挂甲寺拍摄所的所长,还有小区物业的人 这些人围到我身边,国宝要求跟我谈一谈理合并的案子 我以为是常规的来威胁家属,要求他们量工作证,他们拒绝量工作证 在这样一个纠缠的过程当中,拉扯的过程的理念 他们告诉我,李和平已经被判,缓刑了,我非常的震惊 这意味着李和平已经被秘密审判了 据我所知,在李和平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 他反对扑刑,他为信仰案件辩护,他为蒙冤者申冤 他做的哪一项工作都是可以拿到桌面上光明磊落 我的丈夫李和平在4月25日被秘密审判 在今天上午被宣判 在他被宣判的时刻,官方为他指定的律师温之胜 却一早跟国宝守候在我家门口,等候我的出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冲上来抢家属的手机,并试图打人,被拉开 这位温之胜律师比国宝还国宝 他是自干宝啊,自带干粮的国宝 对这位温律师的为人,我们十分的不齿 他是无耻之徒 国宝们告诉我,这是多方努力,揭大欢喜的结果 让我立即带着孩子去天津跟李和平见面 去他妈的,皆大欢喜 因为对于李和平这样的政治犯 判3,缓4,意味着有7年的时间被限制人身自由 而且,这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看到无数的善良的麒麟酒家属被国宝们骗到天津 然后一家人跟外界失去联系 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 今天很多媒体朋友问我 李和平自由了,你有什么感受 我告诉他们,李和平没有自由 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李和平被判缓刑 他现在此刻就应该在家中跟我们团聚 但是相反呢,却有大批的国宝来到我家门口 把我跟女儿试图带走 这只是表明,李和平被官方换了一种方式 继续关押 今天,国宝还明确地告诉我 接下来就是王全璋了 让我放老实一点 这样王全璋或许可以判个缓刑 去他妈的缓刑 对 这659天 我们每一天都在盼望着他们的归来 盼望着他们真正的自由 所以,709案远没有结束 要走的路还有很差